又來到我們談天說道的時間 我是大家的主持人 馮天樂博士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題目就是 儒家思想與當代社會 今天非常榮幸 找了兩位大師來跟我談解 第一位當然是我們德高榜人民文化榜上電台的台長 兼人民學會理事長劉桂彪博士 他不但長期從事哲學研究和教學的工作 而且他也是毛中三先生的弟子 另外一位就是我師兄 浸會大學中文系高級港師 王子勇博士 很開心可以找到他白亡中文系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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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讀中文系的時候的師兄 王博士 其實嚴格來說 我們三個都是浸會人 都是中文系的 都是中文系的 我們都是中文系的 所以很開心可以聊天 當然我後來去了台灣政治大學 讀歷史系博士 所以可能講一些哲學 儒家思想這些 就要多些向兩位學習一下 今天我們要討論這個儒家思想與當代社會 其實挺有趣的 因為香港人 尤其是年輕的一代 我想他們都會提出一個疑問 儒家思想到底在今時今日還適不適用呢 在一個所謂崇尚價值多元的社會 而且香港也是一個西化的社會 我們想像一下 如果我們搭地鐵 或者我們在一個公開場合 捧著一本四書雜註 不知道人家會投入什麼的目光 或者如果我們有個小朋友 帶著一本四書雜註 回去中學或者小學 他的同學會不會很另類眼光的看待他呢 所以今天就登請兩位上來討論一下 到底儒家思想會不會已經outdate 在當今社會 那你們兩位 看看哪位可以先說 先標興 標興先啦 OK OK 好啊 好啊 會長 會長 是的 都是跟大家去做一些簡單的分享的 因為我們人民學會就主要以哲學為主了 早期甚至叫做人民哲學會 後來就兼農民使節 或者其他的人民學科 所以譬如如今這些題目 在講座也好 在過程也好都說得比較多的 不過今天比較特別一些 就是跟兩位不是哲學的 而是民視兩邊的朋友都有這樣 變成反而有一個 就是在對人民學會來講 就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機會 可以用我們的哲學觀點 又跟民視的朋友做一些分享 特別今晚那個題目 比如說儒家思想 語言當代社會 儒家思想一般就會看成是哲學 但是儒家除了哲學之外 其實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比如文學那裡 民意再道 那一道通常是指儒家的道 雖然有時候道家 佛教那些道 都在文學都會有提 至於歷史 儒家很多年的歷史 由先秦 到兩漢 到偽進徐藏 甚至對當代所謂新儒家 如果有一些歷史的向導 對於儒家思想的討論應該是更加全面 更加深入 也更加豐富 所以這次其實很難得的 我也是一種學習的心態 在這個話說 就是對於文學歷史 怎麼看儒家呢 當然我們文史詞的名字 是用西方學科的分類 特地上讀中國文化的人 其實是文史詞不分家的 這個也是我們叫做國學的傳統 所以我在新亞國的傳統 除了在鎮會 中文系之外 也都很強調文史詞不分家 所以今晚其實大家討論 以及不同的分享 我簡略講一講我今晚想要講的話 就是做一個開頭 希望拋穿引玉 打多一些討論 我主要想先講一篇很有代表性的 講中國現代化的一篇長文 就是講中國文化的現代化 其實和今晚的題目其實是一致的 就是名字不同的 就是中國文化是以儒家為主流的 一般都會講的 儒家的思想 就是作為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流派 當然這一方面是很值得去討論的 還有意思相當的 你叫做儒家 叫做中國文化這樣 所以我就拋穿引玉 講一講就是唐君藝先生 張君曼先生 垂復官先生 和茅中参先生 他們有一篇很出名的合著 叫做中國文化與宣言 也有預計的名字 比如中國文化與世界等等 甚至很長的一些名稱都有 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了 一講出來 大家都知道 因為當代新儒家 對於現在的中港台學界 特別是中國文化和語學 方面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一講出來大概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今晚我就三位講者一起 做一種譚天雪道式 和譚天雪地式的分享 我只能夠提江建令講一些要點 仔細內容一端 不可能好像一個播一個拖款講 在這裏 如果有一些聽開人民的廣告 播的朋友 可能都要先有一個預算 都要包含 那個時間不容許 好了 這一篇文章 簡單講那個寫作的背景目的 簡單講兩句 主要就是張軍曼先生 一個女性的新儒家學者 有一次和唐軍曼先生 和巴黎先生 當代新儒家的總統總統大師 的一個唐駭 另一個就是茅中三先生 在1957年 就是唐先生去美國的時候 和張先生做一些文化學習和制度的交流 他們就覺得西方人對中國文化 是很多誤解的 所以他們是和巴黎先生 他們就覺得有需要寫一篇文章 用宣言的方式 表現 表現 可能觀眾要靜一靜音子咪 因為他聽到你的聲音 他再入了咪 你錄出來的效果應該會很有問題 OK 很明白 那Janny我看到一下 我就先給你那個 你可以自視 有需要講都可以隨時開回來 是 我們這些 Janny都是經常上來的 所以這個應該沒問題 那我先去錄出來 OK 是 好 那有需要 一會兒可以隨時開回來 好 謝謝王兄 是 剛才我說他們合著一篇文章 是講中國文化現代化的問題 但一個機緣就是 兩位學者在美國 講到西方人是怎麼輕視 怎麼誤解中國文化 他們就聯署的方式 寫了中國文化宣言 我又用這個名字了 雖然有很多其他名稱 這篇宣言 其實最重要的是唐君大先生是執筆的 就是初稿 和我自己都看慣唐茂他們的註術 唐先生的作觀是比較多的 雖然說合著 但是其實你實在可以看唐先生主筆 他寫的都沒什麼問題的 OK 那個背景大字是這樣 好 那主要主旨 因為他背景是這樣 寫出來就多過一些情經誤解的那些 譬如就可以把整篇文 作簡單的一個主旨上的分析 很長很長的 所以我以下的講法就很簡略很簡略 大家留意 譬如我覺得有三方面比較重要 第一方面就跟背景有關 就是矯正世界人質 特別是西方人質 研究中國文化的一些偏差 這個就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反省中國文化的特質 和它未來當有的發展方向 這個是第二方面 第三方面就是主張通過中西文化的融合 而發展出世界文化 這個是第三方面 或者每個一方面都停一停 看看大家有沒有問題 甚至可以兩位講者都可以講自己其他的觀點 我先講第一方面 就是三大方面我先講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矯正世界人質 研究中國文化的偏差 那唐山應該說四位先生 雖然說唐山主筆 但是聯署 因為其他三個學者大底都認同 唐山的觀點 還有作了一些補充 那都是講回四位了 他們認為當時那些人 無論是西方甚至是中國也好 通常有三種的態度去做文化 比如包括傳教式這個第一種 文物研究式這個第二種 政治式這個第三種 就是三種研究的態度 但是三種都有問題 他們四位學者認為三種態度都有問題 比如傳教式的問題在哪裡呢 這個不難理解的 說明傳教當然是想人接受他的宗教 這個傳教最重要是西方 就是西方的那些傳教士 來了中國傳教這樣 當他們接觸中國文化的經典的時候 他們當最留意就是 有沒有一些講基督教 或者講神學的內容 這個很肯定 他們就要知道對方怎麼說 之後就把我的一套宗教觀點 就是灌輸進去這樣 這樣的時候 當這個態度會有一個偏差 這很明顯就是不 變成那些那個眼睛和宗教有沒有關係 甚至是以這個作為一個取捨標準 不只只是在講這些 甚至是這些是好的 比如我們古代有些都是 大上帝的神 我們都有一些套 這些就是正了 就會說 但是那些儒家 道家 佛教 一當講過什麼心性問題的時候 什麼人性本善 什麼我們要講的 佛聖 般若 佛教那些 老子莊主 要去誠心那些 他們就癡之以鼻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經常用這些 跟西方的文化比較 特別是西方哲學 他們覺得很嚴格的 論證很精密的 但是這些是 他們覺得大大污 就當是對的 變成取捨很有問題的 第一 挑選神學那些 第二 就以西方文化為標準 隨意去貶抑中國文化 這是第一種態度 第二種態度就是文物研究式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說 這是歷史 相信天狼不會用這種態度 就是歷史都有很多方式的 文物研究方式是眾多 歷史不夠一種 意思就是當那些什麼中國文化 就是死了的 發明文物 當然是死了才能去研究 就是作文物研究 是這樣的時候就會將中國文化 是已經死去了的一套文化 死去了其實最重要的一個意思就是 在現在社會沒有價值沒有意義 一掛了這樣 就是有的是一些貧調 或者說好聽一些叫做歷史的意義 不要聽一些貧調一下 懷念一下 悼念一下那些態度 這種研究方式也有一個問題 是不是 中國文化其實是很多很多 比如我集中講哲學而已 文史節裡面我只是講哲學而已 就是講不識道而已 但是哲學都有很多其他朱子百渣的 講完文講完才是更加不得了的 比如如果講經學這樣 黃兄也很熟悉 中國的經學是很豐富 很有價值這樣 講歷史天內就知道很多 中國的歷史很正的 是不是? 你講到已經死了 像貧調那樣 不會研究到中國文化的精華 這是很肯定的 是不是? 這是另一種態度 第三種態度就是一些政治動機 政治動機很明顯的 一定是各取所需的 是不是? 就是各自表述各取所需的 比如主要是兩大派 一派就是自由主義 一派就是共產主義 自由主義那些當然是一派平多 所以最初是前半西化的 不行的 這些不講民主 不講自由的那些 後來好一點都可以 但是要把核心思想去除 真凱江山就是 早期胡適的那些不用說了 是垃圾來的 中國文化的那些 後期好像改變了 但是早期胡適他們說新聞發文 就是推新聞發文上 打到一模是處的 是不是? 後期就好一點點 但是都是做一些考據的那些事情 但是都是認為大多數的事情不行 保留了一些而已 這個就是自由主義那邊 共產主義那邊就應該很了解 特別我們現在還是在這種 政權的統治模式之下這樣 很容易就特別在某些領導人 比如毛澤東 我跟天樂都有一個頭的合謀 那毛澤東最終的文化就是 很明顯是予取予奪 這個很明顯的 適合那些 適合他自己那些 本來就是適合的 好的話 就拿來用 不適合那些 不適合他自己的 適合那些 踩到一模是 當然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再誇張一些 年真百起那樣 把中國很多廟那些都破壞了 或者保留那些就是一些鬥爭的 水會選正 就是說官迫民反 說革命之類 這個就是政治方面 政治方面有這麼嚇壞的動機 一定是不會很全面 很客觀的門舊 這個很明顯是不是 比如一個就是拿自由民主 否定這個文化 或者不是全門否定也好 否定大部分這樣 一個就是予取予奪的 就是用來打一些 所謂階級敵人的用 說不適合那時候 就批臨批孔 搞一大堆那些運動 用來將蘇文化 年真百起 那些肯定有問題 所以他們四位就進一步 就說我們應該有些什麼立場呢 一般不適合就是撥煉反正 把剛才那三種態度 都是去釐斥 剛才我已經說了 我已經說的釐斥部分 或者他們不在什麼地方 所以要正面講一下 應該怎樣去研究中國文化 然後就講一些正確的態度 那正確的態度 我就覺得有兩點比較重要 有兩點比較重要 第一點就是要肯定中國文化 它是有價值有意義 還有當是一個活的文化去研究 即是說不同的那些文物色那些 就當他們死了 就像古董那樣去鑑賞 不應該這樣 那就要看中國文化 哪些還有活力 例如適合於現代社會的 拿出來研究 這個就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西方作家很難理解的 西方研究文化的人很難理解的 但是我們中國文化裏面 特別是研究哲學那些 我們很了解的就是 要帶有一種同情和敬意 同情和敬意 這個表面上好像跟西方強調學術 要客觀要冷靜 好像是對立那樣 其實沒有一個是根本衝突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研究的對象是不同的 西方文化、西方哲學呢 它就著重在一些經驗知識、科學知識那些 當然要客觀、要冷靜 但是我們中國文化很多時候的精華 就是一些人民、科學那些 或者學科那些 比如剛才說文、史、哲這些 這些因為研究是人的精神、行動 就是那類的東西 或者是情感那些東西 那些是以人為單位的 以人為單位的時候 我們這些人有同情共感 我們才能了解到的 這個是很不同的一般科學的詞術 我們不知道作者是什麼人 不知道是怎麼樣 一樣可以了解到他 甚至這樣了解更好 可能知道那個人 就是那些思心、思情可能更不好 但是中國文化簡直不是的 那些我們經常都說文如其人 就是我們說知人論際 要了解他的 因為我們重視是人本身的 如果那個時候我們要對人有同情共感 甚至有敬意 唐關珊先生他們用過這個時間 有敬意 不要輕密地覺得不行的 不是這樣 才要知道這麼多年 流傳了這麼多年 總有他的價值和意義 補個敬意去了解他 這個是第二方面的正確態度 好了我一口氣都說好很多了 或者一幾時間兩位 就我剛才說的 或者你自己有什麼觀念可以提出來 那彪叔就非常之 就是對於中國文化 我感覺到好像上一代人 就是 林中三色的 花花飄零 我們很有敬意的 王興應該是比較年輕一輩的 那不如王興你看看 會不會覺得彪叔是一個雙春悲秋的頭 我覺得首先用這個中國文化宣演來開頭是好的 因為他畢竟是都六十幾年前 那當時當然是很怕花過飄零 已經六十年後了 現在我們 我們是強國來的 還擔心這件事嗎 第一 我覺得他們一開始說的話 基本上是假的 就是華西方人怎麼誤會中國 這件事已經是假的 是有誤會的 譬如說馬克思韋伯曾經誤會 我們中國人是怎樣 他寫清教與儒教的時候 批評了我們中國文化很厲害的 我們覺得儒家是垃圾來的 對於這些無鬼 不理性的 包容態度 是不是 未能是人 煙能是鬼 沒有批判鬼神論 不行的 但是 其實馬克思韋伯的影響力是很小的 基本上西方 研究中國的人 大部分是同情中國的 就是懷著敬意去研究那種 包括譬如說法國的漢學家叫做 難言 他基本上是完全站在中國那邊 就是覺得西方人 只是說理性是垃圾來的 你應該看看中國人怎樣去 就是自人學 所謂的 就是不要說在後的那些 那些謀伏禮 Roger Ams那些 是不是 其實基本上西方的漢學家 大部分是反過來 不是新儒家說的狀態 是反過來 他們覺得 喂 不是啊 中國那些東西 是比起我們西方那種學術系統 說分裂 是有它的好處的 因為 所謂天人合一這個命題 就是在那個中國文化宣言裡面 其中他說中國文化最大的特質是天人合一 要大家注意 其實那些人說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的核心 其實就是西方那些漢學家 大部分都是他們說的 就是他們覺得我們人與神之間沒有一種緊張的tension 就是覺得怎麼這麼奇怪呢 我們中國文化這麼harmony 他們叫做 就是他們是天人敬聖的嘛 就是那些什麼希臘啊 那些文化 那些宙斯衰到死的嘛 《舊約聖經》裡面那個神 是很恐怖的嘛 他就覺得我們 喂 中國人沒有這種憂患意識 就是他不會突然會很擔心 喂 明天原來上帝不開心就落個雷劈死了我們 沒有這種意識 就是我們是人民性為主 所以其實我覺得 首先他們這個命題 已經是有些假的 就是他們好像彷彿是 只是看到有些人會覺得我們中國文化有問題 而看不到很大部分的漢學家 其實是覺得我們文化貴寶 是人類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文化之處來的 其實很多漢學家都這麼說 就是包括後期的ACgram 就是葛瑞漢 這些所有的大師 其實大部分都站於同情或者敬意的角度去研究的 就是不要再說遠一點 就是內布尼茨那些 就是說我們中國文化是一種practical的哲學 就是他覺得西方那套 對呀 形上學很厲害 講邏輯論辨 就是內布尼茨說 那有什麼用 你和你的生活是脫離的嘛 就是當時人民主義崛興的時候 他會覺得 其實中國文化是有一種很特殊的好處 就是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怎樣令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改善 人與自然的關係怎樣改善 他們覺得這件事很新奇 就是反倒不是新瑜伽所說的那種 他們誤解中國文化覺得很差 但是的確有一些就覺得是古董來的 就是用一種古董的方式去研究 但是他們用一種古董式的方法去研究 也都不是出於新瑜伽所說的那種動機 就是覺得你的文化已經死了 不是 他們是暫於一種比較文化的研究的套路 他們是想研究究竟人類文化的起始點在哪裡 就是類似有些結構主義的方式 就是如果我們就不會研究核心時代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那個首先他的命題是有些假的 就是我覺得他不是這麼真實去講那樣東西 第二個他就說去無存精 就是說我是同意的 就是首先他們懷有敬意那樣東西 其實我們三個都是讀中文是出身的 其實選擇中文當然有敬意 我們讀中國文化肯定有默默的溫情 用錢穆斯先生的那個說法來講 所以我自己都是默默溫情的 我們當然是很喜歡中國文化 我們才花這麼大的力氣去讀中國的書 如果不然神早就不理他 是不是 我覺得他們最重要一點就是 我們應該要關注一下 就是中國文化究竟有什麼元素 是適合在現代化的社會裡面去應用 因為當時他們面對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當然是政治問題 其實除了政治問題 他們面對的另一個問題 還要是現代化的問題 就是當時說中國現代化是很厲害的 就是特別在中國內地 都已經超英趕美中了 就是你們兩位很熟悉 他們很在意那個現代化的過程 但是這些有什麼叫做古文化和現代化 就是我們叫做Modernization 或者Modernity之間有沒有矛盾點呢 就是我和天樂斯德亞談過 我就是覺得是有問題在裡面的 因為中國瑜伽當然我們知道中國瑜伽的原生狀態 其實就是孔子 其實孔子講的那個理論 不是真的這麼複雜的 當然他有很多話說都不太清楚 後來的詮釋就越來越複雜了 其實孔子他最大的目的就是 挽救那種禮壞樂崩的情況 就是將社會由亂變回到有秩序 當然這個東西 《新瑜伽》那篇《中國文化書院》裡面 他就不同意的 他覺得你只看到這一點 不是瑜伽的核心 但是原生的瑜伽狀態 就是孔子 我們不能夠排除這個可能性 而孔子最核心的說話就是證明 《子路問孔子》 這一段很出名 《子路問孔子》兩件事 《衛軍代子而為政》 有一天老師你做得怎麼樣 衛國國軍找你去治國 你第一件事做什麼 必也證明符 那證明是什麼 證明其實就是 只不過是說 他希望人和人之間 做好自己的身份責任和倫理 你是父親 就做好父親應有的倫理 你是兒子 你就做回兒子的倫理 你是國軍 就做回國軍 在當時的社會 比較單純 即使是禮壞樂斌 但是都單純 一個人不會疊加很多身份 但是當時 《子路》已經說什麼 《子路》跟老師說 《老師》你這麼迂腐 社會變了 你還必也證明符 《孔子》 當然孔子是省到紫路飛起 經常罵他 省到他飛起 但是 在那個時代 《子路》已經是孔門七十二弟子之一了 他都覺得 證明這套東西是不合理的 你想想到今時今日 我們這麼遠 我們還要不是聖人子弟 用這套東西 怎麼可以呢 有互聯網 在工業革命之後 一個學生 可能同時是KOL 他可以是一間上市公司的老闆 我們不知道 他那種身份疊加的情況 你怎麼用倫理 即是用儒家的倫理去規範 我們一定會覺得 這樣就不要搞證明 我們丟棄了這套東西 我們就用回理學 講我們心性 道德 但是如果沒有了所謂的大義名分 這些儒家 還是不是儒家 這個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如果那個中國文化宣言裡面 他講 我們不應該只看到儒家文化 講的那些叫做人間秩序 人與人之間那種實用的情況 好了 我們不看的話 那儒家還剩下什麼呢 即是 如果人性善 或者我們要做人要善良的 要孝順父母 其實基督教都可以 基督教不會叫他做壞蛋 基督教不會要求你做壞蛋 他當然是懷疑你 可以煮一碗 基督教代替了儒家沒有宗教信仰 將儒家的中樹加起來 可以煮一碗 可以煮一碗 我的意思是 最核心的部分 我們經常講中國文化 有一個很核心的部分 就是要講明分 所以那些年輕人 經常都會覺得我們老土 我們經常說 你做學生應該是尊敬老師 你都很年輕的 就是這樣說 人家會覺得我們老土 還說這些東西 還流行嗎 但是 那儒家就是這一套東西 君君神神 傅傅子子 這是事實來的 你不可以一剝掉這件事 那你說 吳日三省吳新 那種叫做內省知學 那曾子怎麼說 他都是說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 他都是說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你不可以擺脫這件事 那就是說 至少儒家的核心精神 一定是在人與人之間的倫理扭大裡面 那件事就叫做禮 對嗎 很核心 如果我們不說禮 那說什麼 現在還有什麼 如果我們不說禮 他在世界文化裡面 他作為特殊存在的點在哪裡 這個就是核心 但是那個中國文化書員所說 就是我要找一些 他與現代生活裡面很貼近的東西 其實禮是不是真的不值得說呢 我們怎樣令到他與現代法貼合呢 他當然會有很多困難 是有很多困難的 非常之多的 特別是我們互聯網的世界 就是好像現在幾位聽眾 我們不認識他的 他也可以匿名 我現在瞄準了聲音 我瞄準了樣子 我也是匿名的 我們之間有什麼倫理的責任 一分鐘我AI來也可以 遲些 遲些 那怎麼辦 這個是關鍵問題 如果我們只是說深聖之學 如果是深聖之學的話 當然 某中山先生那些很厲害 他會告訴你 現在的深聖之學 怎樣與佛學和道教不同 但是去到他這個層級的大師才行 我們怎樣把這個普及化 是很難的 他第一個反應就是 那我回教會就可以了 都是講這些 聖靈感動 這樣可以嗎 那都是一樣 你怎樣可以突顯到 那個儒家文化 是跟所謂基督教文化不同 或者跟佛教文化不同 跟道教文化不同 而他在世界文化裡面 有存在價值的 令到年輕人那輩明白 理解 甚至乎同情 唯有默默溫情 那在六十幾年前 的中國文化 似乎沒有立案 經過了六十幾年後 新儒家都存了幾代 但是他也是沒有答案 所以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我不是不拜他們 而是有一個方向 我們一呼百應 大家一起推都是一個方向 那怎樣推法呢 這個就是問題 那我就說說我的一孔之見 那首先呢 阿彪叔麻煩你幫我 show show powerpoint出來 就是那個劉少奇的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為什麼我 我和阿彪叔就有 少少不同的意見 那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阿彪叔就覺得 就是毛澤東 或者是第一代共產黨人 他們對儒家 基本上是持一個全盤否定的態度 就是 基本上是全盤割斷的 但是我本人呢 就覺得有少少不同的 我覺得共產黨是 其實是嘗試 馬列主義儒家化 而劉少奇這個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呢 小弟在很多年前 在書城買 就用十元八塊買回來 那時候已經沒什麼人看了 就是 我打開一本書 就已經被很多失咬了 我手腫了 就是應該放了很久 在陰暗的地方 但是我學習的過程 就發覺 咦 劉少奇是引用了很多儒家經典 甚至是將儒家的一些修養心性的功夫 是擺下去要求黨員身上的 譬如我嘗試引用了兩頁 譬如說 譬如有很多同志都用不同的方法 來修養他們自己 會將一些名人的隔言 或者有意義的說話 寫在日記上 修養心性有各種各樣 譬如說曾子 吾逸三省吾身 他又說宋明如 都是用類似的方法 紙張 書諸書 他說 所以 其實 修養的方法 譬如說佛教也有 他很泛泛而談 他很簡約地回顧了之後 他第二頁 那個power point 其實就有引用孔子、孟子的那些說話 就是 吾十有五而至於學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劃 他又說孟子的 天章降大任於是人也 那一段說話 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 我其體肤 就是他覺得 其實一個理想的共產黨員 是應該要勤學 應該要養這個浩然之氣 因為他提到這些說話 就是太長了 所以我只能夠責錄很少引用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拿來看 或者是在網上看 其實 不過在網上看到 通常都是1962年的版本來的 我建議大家可以在圖書館借回 整封文獻這些 浸會圖書館都有的 那就可以看回1939年的原始版本 那他 其實他最後的目的是什麼呢 他說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 其實應該是有日月之食的 就是過夜人家是見知 更夜人家是養知 就是他們大公無私的 而且他是願意有中庶之道的 他也是願意受委屈 而他不會覺得非常難受 因為他是會相信黨的 也會腎毒的 這個我沒有引用到 因為太長了 就不懂得拿去做PowerPoint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原來雖然他當然有強調 傳統的收養方法是不足夠的 因為他們是違心的 因為共產黨人要經過革命鬥爭 實踐、鍛鍊 和站穩階級立場 就是你有無產階級立場 你就可以變成一個 類似無產階級聖人的收養功夫 所以金觀圖和劉清風就覺得 共產黨的儒家化是 遵循著從情珠理學走向陸王心學的套路 因為以前是重視學經典的 比如黃明或者駁古的國際派 熟獨馬列 那你就可以變成一個好的共產黨人 但是由毛澤東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 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後 越來越強調其實立場是決定的 就算我不熟馬列 不要緊的 只要我站在無產階級立場 我出身好 根性描紅 其實我也可以成為一個無產階級的戰士 關鍵我們要時刻狠鬥私自一閃念 就是文化大革命其實都是把這種 就是把自己的慾望不停壓縮 就是靠過這樣 就以為這樣就可以變成一個無產階級的戰士 所以這個也可以呼應到陸象山說的 就是某需不惜一字 亦需要堂堂正正做個人 就是去到黃學末流都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糾息才氣無外菩提路 滿街都市聖人 為什麼會越來越走向輕視書本呢 所以毛澤東執政時期也是一樣的 就是到了後期 毛澤東選擇獨的人都少了 全部變成毛主席語錄 因為他要大眾化 就是大部分人這麼深奧 思想這麼博大很難領悟 但是如果將他簡化再簡化 所以後來只要你夠忠心 三忠於四無限就行了 所以金官圖和劉清風就覺得 其實他們是遵循著 就是他們是有將他儒家化 只不過他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去書寫 但是他的深層結構 其實他都沒有跳出儒家的 譬如阿彪叔又麻煩你顯示一下毛主席的兩張power point出來 譬如1930年 在反對本本主義這一篇紅文中提出 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 賣開你的雙腳到各地方各部門去 學過孔夫子的梅氏文 無論你的財力少 什麼氣力少 一樣可以解決問題 這個就是說 其實孔子指入太廟梅氏文 這種求真精神 其實他也是欣賞的 另外一張power point 就是我引用了1964年 毛主席在春節座談會上面也有說 孔夫子做過吹鼓手 又駕過馬車 其實他又懂得音樂 而他開的課程只有禮、樂、蛇、御、書、掃、陸門 他說現在的課程就是多 害死人 我們知道1966年他就發動文化大革命 但是1964年的時候 其實他仍然覺得孔子這個教育思想是好的 所以如果說 共產黨對儒家文化持全盤否定 這點我是有不同意見的 時至今天剛剛更加提倡儒家 就是修改了教育法之後 就有宏洋中華傳統文化 甚至有那些山東有那些院校 就已經將經學列為大學生 差不多必修科 據我所知 詳細大家可以上網看 看看人民網 但是新儒家的大師 到底他們對 我是認同師兄所說的 就是說西方人很不重視儒學 或者持全盤否定 其實真的很有可能是他們自己過度反應 反而我覺得 否定儒學反而是中國人否定得更多 比如說 吳如說 張倩莊書雕進茅廁 老迅又說 看幾千年中國史 看來看他只有兩個字 吃人 所以這些對中國文化全盤否定 而經常覺得西方人看不起 經常覺得這種類似幻覺的東西 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中國自從鴉片戰爭之後 一直被看外國人欺凌 侵略、宰割 所以每逢一遇到一種 一提到中西交往的時候 有一批文化保守主義者 譬如錢穆這些 他們就會有一種強烈的感覺 一定是西方人看不起我們 這種情意結其實今時今日都有 遇到某件事 你就會發覺很有趣 素初鴉片戰爭當年 八國聯軍 其實跟那件事可能關係不太大 跟我們交口分 但是大家可能有很強烈的感覺 投射出來 那 儒家會不會有些過時呢 儒英時先生可以呼應到這個問題 儒英時覺得 其實1905年 清朝廢廢了科舉 於是 其實傳統的經學 已經不是學校主流的課程 然後1911年就推翻了清皇朝 結束了二千多年的帝制 儒家一定要有中軍 軍就不見了 他們叫制度化儒家就崩潰了 儒家就成為了一個孤魂 在儒英時代裡 孤魂惹鬼 你沒有了根基 傳統的儒家一定依附在皇權、新權、族權 這三層皮上面 如果你沒有了這件事 加上都市化 中族社會就解體了 很多人流入了城市謀生 每個人就作為一個個體 所以其實又加上工商業的興起 導致人肉橫流 傳統的價值真是老實說 都幾失範 以我自己個人看來 所以儒英時說最多儒家 只可以剩下修身、齊家 這部分 即是生活化 或是人生化的儒家 就可以繼續保留下來 但是如果要去到自覺平天下 就已經是做不到的 因為制度化儒家就崩潰了 那麼 阿牟中三先生就相信 就是說 中國就有政道 但是就無自道 就是說 其實儒家的政治理性是好的 只不過 因為軍主專制定 這個王權的索真和制衡 只要 將有民主的制度 就配合為儒家 即是儒家就可以開出民主之果 他相信 但是呢 我就不相信 因為我覺得 現在有一種功利主義的態度 這種是由五四開始有的 就是說 而且 要判斷一件事 應不應該保留呢 是純粹從功利出發的 就是說儒家 如果他不符合民主 不符合科學 這樣 他就沒有了存在價值 但是我們 如果用民主和科學 去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 其實是有問題的 我們可不可以在唐詩 宋詞 要求有民主或科學的成份 或者我們能不能要求基督教神學 為什麼沒有民主或科學成份 如果沒有 就要將他們排斥出去 因為他們作為一種人民主義的學科 其實我們應該給他們一個人民關懷 那麼 最後一句呢 就是我補充就是說 儒學好像現在 就是越來越多人有興趣 想復興他 但是問題也沒有辦法回到 當年的皇冠之學那種成果 就是因為大部分人 都把儒家當作是一種學理的研究 就是譬如就算是王興在學校 可能有機會教一些經學 或者那些儒家思想 他不會是完全身教 就是你們要用儒家的價值 現在呢 老師就教導你們應該怎樣怎樣 不會的 只不過是當一個object 就是我們現在的思想 分開A B C D 怎麼就有心性功夫 就是他已經不是 他有一種學理化 或者學院化 他就不再是以前融入 每一個人的頭腦和生活 這個我認為 這是儒家面對的困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套電影 就是王秋生做關羽 那套電影叫江湖告急 在我印象來說 關羽就問吳君如 阿嫂 到底這個世界還有沒有忠義兩個字 當然很多人覺得他很好笑 因為他就是關羽回來香港的現實社會 就是問人到底這個世界還有沒有忠義 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 可能連這兩個條例都很少聽得到 所以這個就是我覺得儒家面對的最大危機 就是他和現實社會的脫節 好了 那就交換給兩位繼續 我補充兩點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 為什麼我們現在不可以用一種現存身教 好像書院式教學這樣去做呢 其實這個是很容易理解的 特別去到高等教育來說 德育是不能夠進行的 其實德育是有一個paradox的 如果我跟某一個人學道德 我是知道那個人有道德 我才跟他學的 那我知道他有道德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道德是怎樣 對不對 比如說天樂我覺得你很孝順 你是孝子來的 所以我跟你學孝順 我為什麼要跟你學 我知道你是孝子 我已經知道孝順是怎樣 不用學的 那樣東西是 如果我能夠判斷你是一個孝子 我就可以做孝子 我還不用跟你學嗎 這個道理很簡單 但是小孩子還沒去到這個階段 當然是可以完全身教 就是還會有德育 教你誦經 教你基督教故事 當然可以 你去到一個成年人 20歲 他都還分不到 說他有機會是那4%的人渣 對嗎 這是問題 這是第一 第二 儒家文化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不是說我自己很喜歡儒家文化 當然 但是在一個現代化或者當代化的社會裡面 他有一件事很沒有優勢 就是他對求真是沒有堅持 什麼叫沒有堅持呢 就是說 因為儒家核心的元素 他就是不相信技藝是能夠通道的 他不相信譬如說一個捉棋捉得厲害的人 你就會超慢入勝 他不相信的嘛 你明白嗎 譬如說 道家就相信了 所以就有成條老人 是不是 道家就有刨丁解牛 他相信你劏牛劏得厲害 你會成為聖人 是不是 你劏到一個level 你是不以目視以神愈 你會進入了一個領域 會誤導 你道家就是相信由技藝 就是你可以練劍術 練到超慢入勝 你是會得到那個真理的嘛 但是儒家是不相信的嘛 現在就是不相信 如果你試一下 我小時候跟爸爸說 我要踢球比斯朗 他踢腳踢我出門口 他跟你說你努力讀書 是不是 最好做官 一定是這樣的嘛 儒家那一套就是 修身治國齊家平天下 你的目的 你修身的目的是什麼 最後就要耐性外王 你到今天都一樣是這樣的 是不是 你到今天都一樣是這樣的嘛 你只不過是說 今天就算那些工程師 很厲害啊那些 他都是告訴你 對國家有益的嘛 是不是 你做半導體做得厲害 那你就可以超英趕美 就是他還在用這一套思雲 是不是 你不是說那個人 不是說為了整個車 少0.4%出市率 就是豐田那些 你知道日本就是購買那套東西的嘛 日本那些 要不然就沒有建造花道香草 你插花都插到入道的嘛 它可以是 但是中國就是沒有的嘛 就是它就是萬般階下品 唯有讀書高 那個制度性的儒家就出現了嘛 那你說喂 不是原生儒家不是這樣的 不是原生儒家真的是這樣的嘛 是不是 行有餘力則以學問嘛 是不是 孔姑子也跟你說啦 無謂東西就不要學啦 是不是 就是你圖野性情是可以的 但是禮樂社與書數 全部都是跟政治有關的嘛 當時 要不然你怎麼是君子呢 你不懂駕駛 你怎麼去打仗呢 是不是 就是那件事是很現實的問題 那好了 又是這樣 如果我們又不要儒家這件事 那現在又剩下什麼呢 是不是 那又跟基督教那些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我什麼都不要 到最後講回道家 但是明正言順是不是錯呢 剛才你就說 那些人有不同的身份 上網 但是我們就想想 我們現在有時候出去吃東西 就是 孔子不是說的 孤不孤 孤之哉 那些人喝酒 明明國和 國君 和大臣 一個只可以喝三杯 結果那些國君呢 就整大那個酒杯 結果呢 其實就不是三杯 來的 我們現實經常都會發生這些事情 比如說 我們出去吃東西 酒樓 又說這塊是韭菜餃 這塊是豆苗餃 這塊是蝦餃 喂 那名字不一樣 吃得好像舊舊 不要緊的 現在有商品說明條例 都可以了 用法律 你明白嗎 我覺得這件事 儒家那一套 就是跟你說 必也屎無縱符 什麼叫必也屎無縱符 孔子曾經說 他為老師扣 他一定要必也屎無縱符 他不是說 我不讓你去打官司 而是如果大家明實相符 就不需要打官司 但這件事是違反現代經濟學的理論 是不是啊 你就是產權界定不足的時候 就會打官司 這個就是幾百年人研究經濟學的結果 你不能說搬一個儒家的經據出來 大家回去收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就不會打官司 你明白嗎 這件事是離地的 我的意思是 我不是反對儒家那套明正言順的東西 而是我們怎樣令到它現代化 你想想一個人的倫理身份 越來越多 如果增生速度這麼快 是不是 我們現在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在這裡 我們三個 那究竟阿彪哥是會長 KOL 還是一個可能 爸爸 還是兄長 還是別人的老公 阿彪叔是耐性外王 阿彪叔是理事長 就是他的事工 是的 有衝突哥 是他的事工 是的 有衝突哥 有可能他說的話 他對整個會的發展 是有問題的 有衝突的 但是儒家那套 以前不是會有禮記 甚至乎 諸子語類 經常的學生問諸子 第一碗飯 那當然是先給老爸吃 還是先給國軍吃 現在我們就是缺少這種倫理的辯證 現在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倫理問題在這裡 我身為一個網民 那我究竟要先做什麼 你以為倫理身份的爭執太快了 以紀元式的速度在爆發 那我們怎麼跟到呢 我們的儒學大師又不夠 跟不到 是 標速的回應 兩位的說法 都給了我很多不同的角度的看法 或者我有層秩序一些 有系統一些 可能是讀書學人的一些雜貼 都辦了一件事 有系統一些的 我先回應王興 他作了他自己的一些論述 也都對我去講法的評論 其實我最忠心的 其實還沒講的 就是講了那個公文化宣言的一個簡介 還有就是講了那個時代背景等等 所以有些事情可能我再講 王興再去看看 是不是對於你來說 會有剛才你說的問題呢 譬如你講了有兩點 我記錄比較重要 第一點你又很強調那個是假 你說那些問題是假的問題 但是你也提到當時可能會覺得真的 但是現在覺得假了 那這裏呢 其實可以分開兩方面 譬如說當時你都和事情是真 我想這部分我不需要多講 可能當時也有很多人 是這樣去誤解儒家 或者這樣去不良儒家 或者是中文文化 不要只說現在 那你就說現在就是有些人 就不是這樣看的 就是都是改變了 比如了解多了 甚至有正義 比如你說我們現在讀中國文化的人 都讀中國文化 包括儒家 都有正義 這樣 你說現在都有這些事情 跟你說那個是 那個時代那個 那個是一個假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可以這樣去理解的就是 就是有些地方 傳統儒家是不合現代社會 這是我同意的 如果你主要著重在這方面 我同意的 但是是不是傳統儒家 不可以與時並進呢 因為你好像 就是你著重拿回好子的說話出來 比如說 你最重要的要提兩方面 比如說證明這件事情 你覺得不太妥當了 另外也有提到 比如說禮那些 禮那些也是不合現代的精神 那你就你說符合那部分 我不多說 因為那部分可能 那個差異都不是那麼大 就算有不同的看法 我就有自己的 這樣的補充一下回應 比如你說證明那個 是不是真是儒家的核心 你好像覺得 不說證明 你說其他東西 好像就是 與儒家不是儒家 但是這個涉及到儒家的核心 是什麼問題 我們先想想 證明是不是儒家的核心問題 就我所知 譬如新儒家 我如果讀字學 就不是限於新儒家 甚至我自己都寫一個文 批評新儒家的觀點 但是我就覺得 因為我以新儒家的文化宣言 為一個講述中心 就是我講回新儒家的觀點 他們多數都不會這麼看 不會覺得證明是儒家的核心 為什麼 因為第一 就是證明一些政治方面 就是好像當時說證明的時候 或者也有一部分是倫理的涉意 就是這兩部分的改變很大的 就是當代新儒家的改變很大的 但是那個改變 某日它又不是違反儒家的核心精神的 就是好像王兄好像有個意思 就是你都不是講證明 那你已經不是儒家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們撇除了 因為所謂證明 你並不只是君君臣臣複複致致 因為你要講禮 就是儒家不講禮 那儒家是什麼 不講禮 一定是講禮的 為什麼要講禮 禮和明訓有關的 你有固定的身份才有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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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這樣 但其實你說的那兩個 term 其實在哲學的討論是很複雜的 不是這麼簡單 證明你守著那些名分 講那個禮就是講一些儀式 其實不是很複雜討論 其實傳統已經有一些現代的內涵 因為我們說瑜伽有現代的價值 其實不是就是說 一些已經過去了的東西 已經不合乎現在寫的東西 就是那些叫瑜伽 有些他保留下來也是瑜伽的 比如剛才講的證明 證明最重要的不是你的職份那些 如果這樣講瑜伽的層次比較低 就是說你跟著名字做 你是那個身份做的事情 不止 就是瑜伽講的證明 它是整套做一作忍真出來的 就是說一個人要做一些職份 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你說現在過去了 現在都不是君主制度 但是也有上下級的分別 是不是 我補充一下 我補充一下 我是明白這些的 但是問題是 我們所謂的modernity 其中伴隨著的就是個人身份焦慮 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麼 那怎麼證明呢 就是用心性知學那一套 我究竟是為人父 為人子 遲些如果科技再發達一些 可能我們的生命延長到300歲的時候 就是 現在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大家就要明白這些 在我互聯網的世界裏面 大家如果撇除了現在的新聞 就是我不用真名真性的 如果我去跟我女兒溝通的時候 我可以用朋友的角度跟她溝通 就是已經沒有了 然後她當然會跟你說 你要內心秉持一種道德 我是不是理解這件事 我完全理解 還是怎樣去傳播給其他人 令到她理解 是不是 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麼 譬如我的學生 她跟我講 那我究竟是學生 還是KOL呢 這個才是問題 我理解 阿彪哥你說的情況 我完全明白 是啊 我完全理解 所以 你繼續 不好意思我打斷了你 不要緊 不要緊 可能那個女兒會有不同的地方 我經常想一個問題 其實那些道德 在今時今日還有多少成 可以走得通 譬如說 何必若利 孟子和梁惠亡粉 也有人意義 就是如果我們在一個私人機構做事 公司經常同意 那到底我們是不是可以認識 證明那個呢 我想黃天國的了解 是其中一種對證明的了解 這樣 但是我知道很多愚者 不是這樣了解證明 了解比較 好像是比較死板一些 但是證明那個其實最重要就是 要盡她自己的那個本法 因為這樣的時候 反而不是那個名字的問題 而是那個實的問題 你是一個這樣的實 你是不是要盡回那個實的責任呢 所以我覺得 和現代化 你說那個名稱那裡 我就是懷疑現在 現在的 modernization 就是那個實到底是什麼 那個我 可能張太炎那時候 已經寫了一篇叫做《識我》 他在面對那個問題 就是我是什麼 如果那個政權解體 譬如說當時的清皇朝解體 我們以前是神民來的 我突然之間告訴我 傳入民主 原來我是主人來的 但是事實又告訴我 在農村的社會 又不是的 原來我是村的一份子 究竟這個實是什麼 就是因為這個 modernity出現 就令到我們出現身份焦慮 對嗎 對嗎 我都說科技無遠不隔 我們拿著那個iPhone 你隨時債上市公司的老闆 最近才可以夾倉夾死那些基金 是不是 你怎樣去確定自己的那個我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我不反對 我一點都不反對新瑜伽說的話 甚至我自己熱愛中國文化 好了 譬如說 假設我們現在想拯救瑜伽文化 那怎樣去令下一代 接受到這套東西才行的 他們就是告訴你 傻居 還會做要的 剛才不是問這個問題 哪有你啊 不會說你傻 老闆說 不用說你啊 這個世界是人意的 嘩 你老闆馬上炒了你 很多公司要讀數 你的幾個優惠 銀行都要 逼那些員工去推銷 多少迷你債券 所以我覺得那套價值 如今時今日 瑜伽從事女德 女子都要 要聽丈夫的話 要照顧好 她的老爺奶奶 女友四得 今時今日 那些女孩子好像都不懂得煮東西吃 好像煮東西 她說這些東西我要上班的 不行 或者你 精節 這些重大 精節呢 就是 非常困難 今時今日的道德 老不老 以及人之老呢 反而是難的 但是很多人 妻不妻 以及人之妻 朋友妻 就買酒雞 那怎麼辦呢 我先回應一下 那個說法 因為你和黃卿有些少許不同 你講一些 好像現在的道德反正不是這樣 這個我覺得你可能將一些社會的 道德習的一些習俗 或者的規範 等同於道德原則 我覺得儒家有原來的價值 主要是說道德原則 不是說一些過去了的 道德的一些規範 那些都是過去了 譬如剛才說君臣 現在都沒有了 為什麼還要說君臣呢 如果有些人說 現在要說君臣 今天都還說 那些不是儒家 因為儒家要說理性 就是用新儒家的詮釋 或者是合理的 你那個不理性 你講一些過去了 沒有人再說的 你還說叫儒家 這個不叫儒家 這個就是很不適轉變通的 很陳腐的思想 那些什麼家都好 你都是有問題 不是關於儒家的問題 因為儒家不會這樣說道德 過去了都要死守 其實很多東西不是儒家 可能要搞清楚歷史那裡 特別是天樂你們 比如說那些精節牌坊那些 這個罪名在儒家那裡 因為那些 哪一個儒家的艾斯說 是不是孔子說 是不是萬子說 誰說 那個禍死事極小 實質事極大 他有特殊的物諾 我們現在這樣說 就是我很難 一一去詮釋說 有特殊的物諾 因為如果你比較 譬如新同意哪個重要的時候 在古代可能有某些物諾 你需要說 但現代的物諾不同 你又要說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儒家的意思不是說 他以前說什麼是對的 現在也是對的 現在說什麼是錯 現在就是錯的 沒有這個意思 其實不要說當時是新儒家 你看看整個 就是中國文化的那個演變 我想上次跟你 前一次跟你和基隆都講過 比如說文化現代化的問題 你看看現代化主張的是什麼人 是瑜伽來的 你有沒有發覺 是 瑜伽才看到中國文化 為什麼要改變 很多其他道法都看不到 是瑜伽講的 你想一下 比如我們講的是羊毛運動 張之棟那些 李鴻章那些 曾國藩那些 是瑜伽來的 他們不是道不是法 是 好了 那到維新運動 康有為梁啟出是什麼人 是瑜伽來的 他不是其他人 好了 對於五四新聞運動 反瑜伽那些 那些不是瑜伽 但是為瑜伽說話的是什麼人 就是張之棟瑜伽 所以要搞清楚 有時候就是 你為了現代化那些 反而是瑜伽主要的工作 要搞清楚 不是瑜伽是 就是食股不法 撿回一些過去的東西 瑜伽是最大頭的 就是剛才我講的 你講的例子 不是 有道家是佛教 有個不知名家法家 他還領先過 我剛才講的那些 你舉一個例子給我聽 但是我估計很難 因為最重要的是現代化運動 全部是瑜伽發生 所以瑜伽不要將它定位於一些 傳統過去死的東西 所以剛才說死的那個 就是講文物那個 就是他們當時 他們著重那個其他點 但是有些人 就是這樣看瑜伽其實一樣的 都是當它死的 為什麼 因為將那些舊的過去 都叫做現在的 今天瑜伽沒有人再講軍主制度 是 現在不是說軍主制度 是總統的皇帝 那時候是不同社會 那時候還沒認識什麼叫民主 當代新瑜伽十之八九 是講民主制度的 這個沒有一個例子 有的都是一些比較 沒有那麼重要 沒有那麼出名 在地位沒有那麼高的 但是譬如剛才說的四大瑜伽 全部都主張民主制度 所以說證明那個 如果用今天當代新瑜伽講 就是它會著重那個道德本分 這個是最重要的 反正那個明是不重要的 所以孔子其實也有說這些話 所以其實這些講法 又不是離開瑜伽的傳統 瑜伽都 孔子有時候有些意思都講過了 譬如說 證明同一個禮 因為剛才王興很著重這裡 但是孔子譬如說禮的時候 他不是著重禮的儀式 所以孔子有很多說話可以講到 他是重視禮的精神 比如說禮雲禮雲 六百雲乎災 惡雲惡雲 中古雲乎災 或者是人而不仁如禮何 人而不仁如惡何 孔子從未死守禮而禮制的 如果說他是這樣 是誤解的 孔子說話正正說我們要講禮之本 什麼叫禮之本 就是禮的精神 就是道德的精神 那些的儀式 就是當時社會適合 比如三文之桑 很多人就說孔子食股不剝 但是跟今天一樣 今天如果我們說 比如說頭七尾七 都是一般我們做法 不知道搞什麼禮儀都不做 對不對 你用這樣去比較 你不是三文之桑 孔子說了以後 我想很簡單的原理 我不是說他那套東西不是這樣 我當然明白了 我當然完全明白到是這樣 當時孔子面對的情況 就是那些所謂接受貴族教育的人 只有禮儀而沒有禮儀 所以他覺得 君子本身不只是貴族的代名詞 他又賦予了他一個道德的內涵 所以要文則彬彬然後君子 你要有一個叫做禮儀的外殼 而你又要有禮儀的內涵才是一個君子 那就是儒家 儒家不會偏重於只是道德 現在的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只是說道德那一塊 他不是儒家 因為孔子說得不明白 你要有外在的風義 加上內核的道德 那些道德才是一個真儒家 那後來 你貴族破產了 那你也有時大夫 時大夫有官禮 你做一個官老爺 你不可以沒有官老爺的樣子 現在好了 到現代我們身份亂了 那就沒有了這一套叫做禮儀 那我們只剩下內涵的那套義 那我就是說 那套義 其實不只是儒家說義 對嗎? 那你道家一樣說義 佛教一樣說義 基督教一樣說義 那儒家那套義 如何在現在叫做中村敬盛的時候 贏了人呢? 因為以前那套就是告訴你 你要有外在的風義 文質彬彬 你兩者都要有 那你結合起來 你就是一個完整的人格了 那你就突出 因為道家就不說外在了 對嗎? 道家就跟你說內在很重要 佛教就覺得現世都不重要了 他有他的特殊點 但是現在去到這個叫做現代文化敬盛了 那基督教進來了 甚至乎現在不相信基督教了 是不是? 那怎麼辦呢? 我的意思是這樣 我當然明白那套東西 甚至乎我不是那麼負面 其實我還沒說到 其實儒家文化很明顯有很多好處 大家想到的 就是你只是這次疫情你就了解到了 其實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抗疫是厲害很多的 你看到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說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他就不會為了自己 他就覺得如果我確診 我惹到其他人 我整個種族都蒙羞 不行的 我爸媽會覺得蒙羞生了這個臭小孩 我要為我家族著想 我不做這些事情 就是儒家肯定是有它的好處的 你看到這次就是 所有受儒家文化影響的 全部都是抗疫是厲害過西方很多的 韓國、日本、台灣、大陸、越南、我們 全部都是厲害很多的 新加坡 你看到的 就是因為他們會有自己個人那套道德 和人與人之間的倫理扭帶 但問題是我們怎樣把這套東西推銷出去 怎樣要告訴別人 其實當然有很多負面的事情 就是我們剛才說過的 譬如說一說 我會覺得你是陳套 那怎樣令到他新潮一些 令大家能夠接受到那套東西 這個就是我很關注的 我當然是自己很喜歡 原家文化 就說黃先生這裏 我就簡略 因為我跟著想說 一個正式的說法 就是現在講什麼 原材派的內容 剛才就是一些背景 和反駁一些 錯誤了解中國文化的那些說法 但剛才你說的證明 那些有普通一些 然後最後說 現在你認為有些優點 你說的這些 我就說優點的部分很同意 就算你說的證明那些 我其實都明白的意思 但我覺得可能就是一個理解上 你說的證明 和我自己認為 講新如加坡講證明 可能對於證明的了解不一樣 你認為證明可能是一個 比較負面的 就是好像和社會不合的 但是我可能就不是的 我將證明看得到是一個精神 就叫明實相稱 那明實相稱 其實古案今天也對 當然要明紅實相稱 不能夠有名無實 或者有實無名 如果這樣的時候 優加講證明沒有問題 你可以將證明那些說法 看成就是一種明實相稱的事 那你現在社會一樣 阿彪希 我和你買沒用 我和你買沒用 現在的問題是 現在是下一頓不買 就是告訴你 我煮個菜 剛才阿天樂用煮菜那樣東西 你什麼 九菜餃 我現在要吃Fusion 你明白嗎 我喜歡吃Fusion 我就是表面看到它是一塊壽司 但是吃下去是芝士蛋糕 是呀 又是不要這些東西 它們現在 好像中國文化宣言一樣 解釋給一些不了解的人聽 他們說我們勾 就解釋 好了 你說那個解釋 好像一般人都不接納 玩不明白 就解釋多些 明白些 譬如我講講現在 他剛才講的一些道德 那些講法上高 其實道德倫理 甚至引申到 我現在叫外王 講政治一些 其實一些身近的儒家學者 就會用一些 譬如西方的理論 相提評論 那些相提評論 那些相提評論不是亂來的 你亂來就是可以 就是亂個比褲 被人很容易駁斥的 但是有些就不是的 譬如舉例 譬如你說 講康德 那個道德的精神 茅先生很出名 他是康德 就是那套 即是說實際美性 學界很多的討論 學界的討論不是負面的 要留意 這個學界不是說 只是中國 就是整個世界 如果了解一些中國作的人 譬如這個是一方面 另外很多其他方面 都是譬如說政治 譬如某一些 過去的講法 就是某些精神 在今天都是適當的 我們可以用一些現代的 西方的觀點 譬如我自己就走了 譬如John Morse 你講民主精神 當然是John Morse那套徑 但是一樣可以將 儒家講一些民主精神 就是民主的內涵 所以它就沒有西方 那麼全面的民主精神 但是都可以去 至少不是根本矛盾 譬如舉例 現在沒有講民主 但是又講民款 這些民主民款討論 統主沒有討論 但是你說 這是不是傳統現在沒有呢 不是的 傳統現在它有民款 這個字先起碼 這個是上週英講 就是民為光盤 管顧光力 或者說民貴 好了 民款或者民貴都不是民主 你就解釋它欠了什麼 譬如未去走出去 有議會的 他投票的 是選舉的 欠了一些東西 但是江南生 現在的廣告都講 那你就一步步解釋給你聽 譬如我們人民 就做很多事情 很多talk就是 解釋給你聽 我們呢 因為最多人 反對儒家 反對那個立場就是 要掃除儒家 才講到正代法 這個就是類似前門西法官 怎樣 這樣也有問題的 譬如好像講到 我們講政治 一定是跟民主 是完全衝突矛盾的 解釋給你聽 其實不是 我們精神是講以民為本 以民為貴 如果這樣的時候 怎麼會跟民主去抵觸呢 我們欠了什麼呢 欠了一些制度的東西 比如剛才講議會制度 欠了一些人權自由的那些 是從這個法律去保障那樣 我們欠了這些 我們沒有想到這些 但是當然現在都覺得 可以加上這些東西 但是加上這些東西 不是要放棄 排斥否定儒家 並不再講 是一些道德本證的那些東西 是吧 所以剛才說 我明白你那個擔心的就是 很多人 一聽都聽不下去 要慢慢做 教育那些東西 其實一件很簡單 為什麼他們聽不下去呢 我很同意的 譬如說儒家文化 有和世界文化相通的地方 當然 但是他們第一個反應就是 那我就讀西方那些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面對著 民主 那他就去讀John Ross 讀正義論 是不是 如果自定道德界律 那我為什麼不讀康德呢 其實我稍後那部分 正值會講到這裏 就是有些是西方強 不是西方強了嗎 所以我明白的 我完全理解到這一點 但是 就是現在整套 體制就是已經是這樣的 譬如說 我都說了 唐文麗先生他們已經講了六十幾年 沒有日轉過 現在是越來越嚴重 那他那個宣言完之後 六十幾年了 而當時中國是很疲弱的 大家都知道 你想想現在中國這麼強 但是其實沒有扭轉過這個局面 那你為什麼 令到我不擔心呢 我作為一個自主中國文化的人 就是兩回事 就是有些 你不是說你主觀上要改 要扭轉 扭轉到改到的 比如說 民主政治 至少西方 如果你同意是優勝過 就是東方或者中國的時候 這個要學習 我們要承認 不能夠說 不是 我們要中國文化強 所以我們不承認這件事 我們要講到更強的西方 單止有 可以的 那我們要學習 但是有些事情 就可能反過來 西方真的要學習中國 中國文化宣傳後面有一些部分 這樣說 比如我理解他的例子 比如John Rawls說的 民主制度 當然說得很好 比如兩個正義原則 他都說得很好 如果大家大概對John Rawls 就了解 比如兩個正義原則 都是要講人權的基礎 但是問題就是 西方整個講到民主制 就是政治的背後 這個道德基礎是不穩固的 這個我同意 譬如徐副官先生 他們有些說法就是 一個不穩固就是 民主政治其實有兩大路數 一個路數就是康德那些 就是人的理性和本性那些 就是那個 就是民主政治確立的最重要的基礎 人權就是這樣轉化出來的 為什麼要講基本人權自由呢 因為人有一些價值的本性 就是保障不掉人 比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這些 你這樣就需要有一些 保障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制度 我清楚就是康德說那一套 就是《實斷理性》批判那一套 人是有說理性的 每個人都有這樣之類 但是講民主政治的一些 另外一些講法就是 John Rawls是類似康德的 推進康德的講法 那個細節不多說 但是有些不是的 有些是講公理主義的 譬如John Stark Mill是講公理主義的 為什麼要講民主政治呢 就是我們符合大眾利益 民主是最符合的 但是其實有問題 就是符合大眾利益 如果不正確的那些 不是民主的叫民粹 譬如這些這樣 這些他們西方人 可能還是有爭論 但是譬如如今講 譬如義理之辯 很清楚講到就是 就是杜德的基礎在人意那裡 或者正義那裡 不在那些利益那裡 利益根本就是開不出 是講民主 或者不一定要開出民主 專制的課 因為利益可以犧牲很多個人的 基本的權利 最後欺騙一個人的價值 本性都可以這樣 那這些就可以解釋 說明 所以我很明白王興的講法 王興的講法 也都是講出很多人 對於中國文化 對於儒家的一個看法 但是那些可以慢慢去講清楚 雖然今天講得很急切 我知道了 但是都 我自己覺得都樂觀的 我自己一直接受三十年都在做這件事 可能接觸一些比較多一些 他們都很多對中國文化 對於儒家很多的質疑 但是我意思不是儒家是強了 什麼厲害了 或者大家介不介意 或者我開始講第二部分 對於剛才沒有很大的不同的看法 如果要重複回剛才那些 我想給觀眾自己去判斷 如果要重複回 還是擔心之間之間之間 如果沒有的話 我再講第二部分 其實我還沒正式講中國文化宣言 我再講一部分 OK是吧 我再講一部分 OK 我理解中國文化宣言 最核心的部分 當然就提出是怎樣現代化 剛才講過對文化的態度 哪些不正確 哪些正確 好了 如果認為正確的態度 就是怎樣去講現代化 其實整個中國文化宣言 其實當中最重要的部分 都是講現代化的 所以我上次跟天樂都講過 我本來都打算講現在的文化宣言 不過時間不夠 變得就是講了之前的三層運共 這裡時間問題我盡量精簡 還有甚至未必用文化宣言的字眼 可能複雜一些 我簡單的講 甚至可以用毛先生的三桶說 去將他的意思去了解 好了 其實現代化的觀點其實不難理解 因為他是建基在之前的幾場 重要的現代化運動再推進 這個特別我和天樂 和梁基永博士都講過 中國文化現代化問題 我簡單的講可能會容易了解 譬如我們三場重要的現代化運動 都是未正全公玩 不夠接底 譬如第一場 這個就是羊毛運動 羊毛運動最大的問題 就是講一些器物 去到制度層面 這個就是一個推進 但是問題是人家那種制度 背後有民主的精神 他們當時就發立了 就是我們海洋制度 就沒有很清楚很明白很豐盡 將民主的精神開展出來 所以當時就算沒有歷史真相 它都是失敗 這是第二層運動 第三層運動 就是五四三文化運動 五四三文化運動 某些人給那兩個運動又再進一步 就是不單是器物層面 制度層面 最後甚至是一個思想層面 就是他們講的民主和科學 不是再好似 譬如武運動說的善煙炮利 只是一些科技的東西 器物層面的科學的東西 還沒有去到制度 還沒有去到精神的 就算是維新運動 講軍主立面制度 不要講那個本欣甲 立面應該是軍主 應該是全民 那些人不多說 但是他們強調講制度 像是明治維新寫的那些憲法 那樣 就不要忽略了 為什麼要講這個制度 現在背後有一套民主精神 他們又忽略了 所以又不成功了 那新文化運動 給那兩層運動 它進一步的地方 就是由器物層面 進到制度層面 再到思想層面 所以這個以下 就給那些兩層運動 在這些方面是進了一步的 不過去到另一個極端 就沒有 兩層運動反而不好 但是新文化運動 是有的就是全盤西化 因為認為西方文化 講文化的科學很好 中國文化沒有這些事情 一無事處 就是這個 如果用陳獨秀 你胡適的那些說法 就是中西文化是絕別為異的 人家西方文化什麼都好 你中國文化什麼都衰 這樣 這個有問題 怎麼可能一套文化 只有一套糾點沒有缺點 或者只有缺點而沒有優點呢 所以新文化在這個物諾 講文化宣言 它講現代化 其實就是正正補足 當然它有其他的不足 但起碼在那三場運動之上 再進一步 這個是不難理解的 它一方面就是講三個層面的現代化 所以它講三統說 原來我毛中三三講 叫做三統說 中共文化宣言已經有這個講法 幫毛先生比較精簡一些 我用毛先生的說話去取代廣東文化宣言 現在現在時差我覺得 可能比較匆忙一些 所以我簡單講毛先生的講法 三統說就是分別講 有道統、有學統和正統 學統和正統就是前幾場運動 去總結出來的 對於西方文化要學習的地方 因為學統就是比科技 以藤面的現代化 或者講科學而排斥中文化是好一些 就是優勝一些 它是講到科學能夠涵涉到中文化 這是很重要的 剛才黃軒提過 他那些雕松小技 那些奇奇人巧那些 可能妨礙了科學的精神 的確我們有一些傳統 有些講法是這樣 但是現在會常叫這些 過一個衝突 當然有這些解釋 不細緻講到 另外講的是正統 正統就剛才都講過 西方的民主政治 不僅僅是一個立片的制度 背後的民主精神 整個都去講 不只是講制度 或者制度前面那些 器物那些東西 最後這個就是超越 五四三文化運動的 就不再講全門西化 全門西化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西方好的東西 只有西方而已 其他文化沒有的 中文化有什麼都是壞的 那是有問題的嘛 比如剛才王先生同意 就是儒家是好的東西 不過他們西化派 就是五四運動的時候 他們覺得就是有矛盾衝突 甚至是根本的 所以陽氣中文化 講不到現代化這樣 而毛中三三他們正正講出 就是沒有一個絕對矛盾在那裡的 當然要解釋 甚至有一部分 一些不是那麼重要的 比如民主制度 真是要捨棄 軍主制度要捨棄 所以現在都有取捨的 不是它是全門 將傳統的東西 落回來 還有一些過去的 不妥當的一些 比如社會規範的東西 它都是會有改變的 所以三統最後那個就是道統 道統就是傳統中國文化的精神 當他們講之後 就強迷講精神 但是如果我們讀文學 讀歷史就加上其他 文學歷史的元素下去 比如文學 不是西方文學才值得 拿諾貝爾獎的 是吧 當然你說最近 我們中國都有拿 但是傳統很多中國文學 它的價值跟西方那些名著 一樣是有這麼高的價值 這個我們就可以說了 歷史當然也是 剛才說過 我們也有很好的歷史的看法 那就可以跟西方相提並類的 道統可以包裹這些東西 變成除了有學統 正統這個就是民主科學 用五四三文運動的講法 同時有中國文化的精華 當然那個精華哪些是哪些 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 比如剛才和王興 好像都有一些意見上的不同 多些討論 可能到哪些是精華我們保留 如果這樣說三統沒有問題的 當然它懷漏了經濟沒有講 或者教育沒有講 那就加進去 但是這個一個好的基礎 就是能夠讓我們講 中國文化現代化 一步一步去 我覺得是比較全面 深入合理這樣 還有呢 我也都再提一句 重新再提一句就是 近現代中國文化重要的現代化 在講到瑜者發動的 這個要留意一下 剛才他講到 瑜伽好像有很多東西 不能夠銜接現代社會這樣 但是相反正正是瑜者推動 為主當我不否定 道法有某方面的一些推動 但是起碼比起瑜伽那個推動 瑜伽的推動是明顯一些 他們反而要將瑜伽做現代化 還在現代社會裡面 所以剛才王興講的那些 作為一個瑜者是一定要聽 一定要去討論去吸納 去真的將那個現代化搞好些 但是那個大框架 譬如說三孔說那些 或者唐君先生他們說那些 要保留一些中國文化 要接受民主科學 那些是一個合理的一個大框架 我覺得沒問題 當然你說有些細節還不行 就補下去 我們不要求一篇文章 講完所有細節 比如剛才有些什麼懷疑 有些什麼覺得不足 就討論 但是那個大框架沒有問題 因為民主科學也吸納了 以前現在化運動的成果 加上道統 還有我們中國文化的精華 這個是一個合理的 一個現代化的理論框架 可以去其他路口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說一點點 我很同意的 就是瑜伽裡面 當然有好的事情 但是說了一半 因為剛才劉卿說 現代化的運動是由愚者發明的 就是由他們牽頭的 但是阻擋現代化的路程 也是由愚者發動的 對不對 最大的力量不是佛教和道教 阻礙著你現代化的 最大的力量 你不可以說 我們一說瑜伽 你只是說 不理制度化瑜伽 天樂剛剛也說 你不可以說 我們一說瑜伽 我們就不計 我們當然 如果從新瑜伽的角度 所有制度化瑜伽都不計 但是那個制度化瑜伽 都是瑜伽的一部分 而今時今日 天樂所引用的所謂劉少奇 黨員的自我修養 他都仍然存在 我們偉大的主席都仍然在 在發中國夢 不是不是不是 是在想中國夢 王興 不好意思 他仍然在想中國夢 他仍然在拜中國文化 我們不可以說 新瑜伽不是在說他那一套 就說他不是瑜伽 他自己標榜 可能都是 我是中國文化的代表 是不是 大家討論 我知道這個 大家可能對瑜伽的理解不一樣 是啊 我的意思是 我是理解的 我簡直是 完全暫於好那方面的角度 但是權力在他們那一輩子 所以問題不是瑜伽的問題 就是有權力的人 現在中國最重要的文化 不是瑜伽 是共產主 你是和那些人去講現代化 你不是和瑜伽講正常 他最糟糕的事情 是 他也是拿著瑜伽的客心精神 坦白 他是扭曲了 我不敢說他扭曲 我應該不敢說他扭曲 我們沒有權力去說我的詮釋是對的 從詮釋學的角度來講 其實瑜伽他本身真的是精英主義 唯上至於下如不可疑 就是他的意思是 他是相信 我有個老師 天樂的老師 都認識的 但是不要開名了 他最流行說 從common sense的角度來講 人是有言餘之別的 是有聰明有蠢的 你接觸過人是有聰明有蠢的 有什麼理由民主 他的意思是這樣的 不是我拜他 我解釋了 我們譬如要講 主都講人家是現在的法 就跟他討論 因為你這樣講 很明白的 我明白的 我都說我拜 我拜沒用 他們講的那套就是這套 我們現在開個top 都是這樣的用意 是啊 他們那套就是這樣 他不是沒有說服力的 他有說服力的 在我們的人生混混幾十年當中 你真的遇過那些很蠢的人 是沒得救的 他的意思就是 你把你的命運交給一個蠢人 現在不是這樣 孔夫子都說是為 女人與小人難養也 那些小人不是道德差的人 是沒有接受過貴族教育的人 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 沒有接受過教育的人 你不應該給他投票權 我真的遇過那些人 他自稱是愚者 我之前覺得是 英國 一百年才有蠢人 我們跟那些人要商隔 要討論 你很同意你 什麼叫瑜伽 有不同的人說不同的瑜伽 但很恐怖 譬如你都跟瑜伽是好的東西 咬一下才叫瑜伽 是很恐怖的 阿彪兄 我和你當然可以咬一下理性 他們那些是不行的 一說就來上頭 我們在做這件事 在瑜伽之谷的人 跟他商隔 跟他討論 阿堅樂有意見嗎 我有一點點意見 我又和阿彪叔 我們理性探討 阿彪叔很樂觀 民本可以變成民主 但是我自己覺得 民本和民主有根本性的區別 民本就是君主應該以人民為本 雖然是一個雙重主體 中國歷史上 這個東西聽起來很好 但是其實只不過是對軍 人民在實際的生活中 其實大部分時間是很悲慘的 佔地體來的 實際上中國長期是一個軍本位 和官本位的社會 即是以民為本 是一種上對下一種施捨 發善心 應該是以人為本的 所謂以人為本 不是人民是真正的根本 只不過是奉勸皇帝對人民好些 如果人民沒有飯吃 他們就會造反的 水能在舟亦能覆舟 民主就以民為主 所以民本和民主 都要來清根本性的差異 而當時錢穆呢 當然新儒家的人 我都是從人格上來說 我尊重的 因為1950年他們創辦新亞書院的時候 他們是手空空 無一物 來到的時候 真的只能夠借用中學的教室 來開課 甚至乎是沒有效工的 即是師生要共同幫忙去煮飯 去答件一些事情 甚至乎是 即是他不受到教育師承認 他是一個大學 他只能夠讀完書 很多時候都是做小學老師 即是中學的資格 從這個法律上來說 但是他們是憑著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熱誠 憑著他們的一腔熱血 他們是希望保留到我們中國文化的一些優越的事物 這一點我是很尊重的 但是問題在於 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他們有時候會為了對抗這個所謂全盆西化 他們又會將中國一些事物 是將它理想化的 譬如說民主 錢穆說其實中國雖然沒有西方的憲法 沒有這個人民主權 但是其他都是民主成份的 他說因為在科舉制度之下 這個全選制度很公正的 人人都有參政權的 而能夠參與到科舉裡面的這些 就是人民中的優秀者 這樣其實就是他很想 他一方面說西方人誤解中國 另一方面他又很想用西方人的概念 其實中國一早已經有類似的東西 譬如他甚至說中國法制都很原備 他那個歷代政治得失就很想說這些東西 即是皇室和官僚的財政是分開的 和政府的財政分開的 所以說中國就得人治沒有法治是不正確的 但是這件事就是他只是從那些繁文玉節來看 他沒有看到其實所謂可以分開是隨時可以皇帝一句 所以可以收起來 即是他說皇大義都要講道理 和時帝夫共慈天下 這個是理想狀態的 如果好像朱元璋那樣 我還要殺你就殺你了 推出去砍你了 就沒有了 但是他很明顯 他作為一個歷史學家 我相信他應該知道的 但是他有時候為了要突顯 他為了抗衡這個全盤西法 他就會被迫將這些中國傳統政治 一些可能不是那麼理想的東西 他會理想化掉他 最後一樣我要補充就是 我認為儒家和民主是真的有基本的衝突 但是我不會否定儒家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不可以将民主作为唯一判断一件事有价值的标准 我觉得瑜伽养我豪然正气 令到我黑虎向上 令到我对抗疫境 令到我对朋友要诚实 这些都是他的价值 现在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太功利了 如果瑜伽是不民主 或者是不科学 那瑜伽就没有存在价值了 我不正同这个说法 但是为什么我会坚决认为瑜伽和民主是有很多冲突的地方 第一件事 他主张是圣善的 圣善论 人诈见余子章入于井 则有刺激忍之心 如果你圣善就很容易导致人治 人治的基础是什么 就是相信在位者 掌权者一定是好人 权力量的大哥人通常是耐性外王 因为他是好人 所以我们对他人无需这么多监督 我们只需要信他 紧跟他 就可以了 这是人治的一个理念 如果我们相信性恶 基督教那样相信人性本恶 他反而会制定很多规范 像是美国 对总统有很多防范 像是防策 所以林达有一本书叫《总统是靠不住的》 特别是说美国人怎么防制那些人作恶 他会有很多三权分立 舆论监督 议会 但他们就是因为相信人性本恶 所以你相信人性本恶反而容易导致法治 如果你相信人性本恶 会容易有人治 所以孔子就是反对资产住刑鼎 就是因为什么法例都写给老百姓 就是老百姓跟法律做事行 还怎么会敬畏贵族呢 是吧 所以这个子产住刑鼎是不对的 所以瑜伽是主张礼治 他不主张法治的 这是我对瑜伽的理解 我就对天乐做一个简单的尽量精简的回应 首先就是钱牧先生 我想很多人都不会把他看《全新瑜伽》的 譬如《金氏》已经贵了 钱牧是一个朱述 钱牧是新瑜伽 钱牧和新瑜伽是有些重要的不同 比如刚才说对民主的看法 他不认为要学西方民主 就是中国那一套更好 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些 但是我们刚才认为新瑜伽 这个是指其一 第二就是比如说到民主 是不是和现在瑜伽的说法有冲突呢 这些说法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些 就是着重了有冲突那边 甚至表面上 但是瑜伽有很多 就是特别是新瑜伽 就是近代瑜伽甚至是新瑜伽 很多人会说就是没有冲突的 而且那个冲突就不是根本上 所以可以解决的 比如刚才你说的那些 其实新瑜伽都有说的 不是就是天樂你才说出来的 新瑜伽说得很明白的 比如你说是相同主体性 就是钱牧和徐局官山洞的 相同主体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就是 就是瑜伽一方面 说人民是政治主体 但是实际上它不是这样 变成有生同主体性 就是实际上 君主才是政治主体 人民就不是 人民就是一个理想的政治主体 但是实际上开不出来这样 所以徐局官山就说 要用西方那套民主政治 才能够真是将人民 是开出一个政治主体 就是你就是下君主去代表人民去画事 那是不行的 因为是人民自己去画事的 比如这些马徐先生 他有说的一些地方 另外毛先生也有说过类似的东西 就是不同的执行去补充 比如他说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所文本 它都有些民主成分 但是民主成分 就是去到制度层面 去到政度层面 那就是毛先生的名著 政度与制度 简单说 就是那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制度就是第二的民主 第二的政权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分散下去 给其他的人有一些民主的内容 特别譬如科学制度 可以是平民百姓 去做官甚至做宰相 去主理国家大事 但是毛先生说 这个就是去到制度层面 去到政度层面 这个权力就是第二意 不是第一意的 比如宰相虽然有很大的权力 但是在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雖然是万人之上 但是在君主之下 所以毛先生就说 民主要开放到政度的层面 政权的层面 就是说 全民都有一个政治的权力 那才去到开出民主 所以它就有批评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 所以这里天洛说的那个 应该不是一个 新闻家忽略了的问题 甚至新闻家提的问题是很入烟石的 因为你不可以靠全共那个去推出 现在的民主上 所以毛先生就说到所谓新爱王 特别说粮枝陷陷 这些很复杂理履我不多说 总之就是行接全共和现代做的东西 不是这样 整个拿来就是的 这个要留意 第二就是譬如你講到一些正善論和法治的關係 我想這個講法只是其中一些人的講法 但是很多學者會這樣看的 譬如我剛才看了John Walsh John Walsh從來沒有講到人性本來 但是他很強調那兩個正原則 兩個正原則 第一個就是講人人都有自由、平等、基本權利 用法律去補著 這個就是講法治 所以法治的講法 你講性惡是一個可能性 譬如馬基里維尼那些子 不是那些人才能夠開出民主出來 反而是洛克、John Walsh、湯特他們 他們講人人都是理性 人人都理性就好像講正常 理性是什麼呢?是好的東西 有理性才分別到是非對錯 所以性惡開出民主政治、法治 這是一些很多人不同意的講法 甚至是基督教才是民主的那個是亂頭 很多不同意的講法 剛才講的那些人除了洛克是一個基督徒之外 或者康德都是 但是康德或者其他人根本就不是用基督教那一套去講民主的 都是講人的理性反省 人人都要有自由 這樣去開出講自由、講人權、講法治這一套 讓我補充 時間關於我簡單的講 錢穆先生應該不算是新瑜伽的 要不是徐副官先生就不會罵他 打巴子打得那麼厲害 但是我又覺得 反過來講的 我覺得錢穆雖然他有些很想講中國文化很美好的一面 但是他又不是完全錯了 我覺得如果從一個歷史的場合來講 我們類比 即使是制度化瑜伽 我們可能是不拜制度化瑜伽 但是在西方文明未誕生文藝復興 或者啟蒙之前 其實制度化瑜伽是好東西來的 是不是 在整個 你想想對比 我剛才提到其實人民都是地底來的 但是你想想歐洲的那些 其實我覺得是更糟了 其實更糟了 你想想制度化瑜伽 他起碼還說他有個天在看著你 說君主不要那麼離譜 真的會落雷劈你 即是他都會還有這些事情 即是他都會說 你要本住你的人心 你不要太壞 是不是 即是孟子都跟你說 你不要這樣 你起碼都要給他飯吃 即是如果用一個這樣的類比的角度 而錢穆先生真的錯不完 我真的覺得是 即是 我經常說瑜伽只不過是受到西方衝擊的時候 他好像突然之間瘋了腳 其實他一直以來 他統治了整個 整個中國社會 兩千幾年 他肯定是有很多合理化的元素 在裡面 即是否則他怎樣可以管到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那些人不餓死 其實是很難做到的 其實他某程度是很合理的 但是由於他是因為依附了在制度化儒家裡面 我們第一個反應 一接受了西方那套啟蒙運動之後 我們因為天啟 就是天賦人權 我們聽過反應就會覺得 不行 專制不太好 但是 真是在過之前是沒有這件事的 他們意識不到這個問題 所以 我是同意天樂說 他是有一點點美化的 即是當我們接觸到西方那套之後 他很想去抵抗 他很想覺得 我們中國文化都很好的 但我覺得這件事 跟劉卿所說 其實沒必要 其實我們崇優 是不是 我們崇優 其實儒家文化有很美好的一面 即是他講人情 他當然有負面的東西 一講人情講關師 我們講不好 但是什麼都不講關師 那又真的很冷漠 大哥 隔壁輪社都跟你講法律 門口把你拖鞋都告你 差不多 社會在香港很多投訴的 死了隔壁輪社都不知道是誰來的 所以是不好的 其實這件事是不好的 很難走得通 我不是說 分開我們第一個時代性 這個我提的比較多 譬如你說 現在他們的孫廉 心對六十年前的事情 我們六十年後可以加一些東西 改一些東西 這是第一個時代性 就是 統一時代也好 哪些適合哪些適合 哪些適合就可以再分 比如說 錢穆山那個年 或者很早期 很早期 我很同意 中共的民館政治是優越過西方 因為那時候可能還在行公建軍主的制度 那和我們民主制度 我們起碼先煎動人民 我們有波舉考 先 我們好過去 現在有些制度可能我們好過去 那就分開一點點 所以其實意思是 茅先生他們講的 三統說 其實說 三大方向都要講 但是那個方向就不是說 現在適合了 傳統的所有事情都要講 不是這件事情 其實和黃興可能最後都沒有大衝突 我都同意就是 有些事情 不對的都要 其實現在都有 都說中國傳統的那些軍主政策是不行的 是吧 就是兒童主題性 就是制度的民主 沒有政度的民主 那這些是批評來的 是吧 如果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說 大方向就要有 如果你連 就是三統不講道統 就是講正統 就是講學統 好像五四這樣 就是講民主科學 是有問題的 所以大方向我覺得 可以接受新瑜伽的說法 但是當來我們不知道 什麼家 就是新瑜伽 最後的其他點就是 新瑜伽 很多時候被人說 就是講瑜伽 但是其實如果你看過唐茅他們的技術 余式道都講 不過他用瑜伽去涵蓋蠻 那樣的意思 那你如果喜歡道家 就講多些道家 就是佛教 就講多些佛家 那你可以有新道家 新佛家都可以的 但是現在沒有這個名字 因為沒有這麼厲害的學期 就出現這個意思 當有一天有一個很厲害的道家學期出來 說說你比唐茅更厲害 新道家可能最多人說 因為大家都是中國文化的一份字 陳古應 陳古應就是新道家 沒有唐茅 他說新道家都不錯 但是比唐茅還差一字 如果大家有一個比唐茅更厲害的 陳古應更厲害的唐茅 我們可能會拜個新道家 都很難的 都很難 靠你了 阿彪叔 靠你了 我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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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後生 給點時間 趕不趕不趕 給點時間 給點觀眾 我們聽 各位朋友網上 如果剛才聽我們的討論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意見 現在有時間開放給大家 提出來 有沒有什麼問題和意見 我想講 其實那個瑜伽 如果我們不只看中國 其實在韓國或者那些地方 它有沒有一個不同的演化呢 我講一點 我現在也接觸韓國的瑜伽 看過的確 很少 都不敢說 很了解 我知道韓國很疼瑜伽 如果講中國文化 你看到道佛的影響是小很多 相對於在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道佛的影響都比較大 但是韓國瑜伽就很大 大過了道貢法的 而他們 拜瑜伽對拜就是朱子 所以朱熙的地位很高 所以跟茅山的判別很不同 茅山說別子為宗 差點不及陸王學霸這樣 但是韓國擺得很高 還有這一點我想補充一點 剛才忘記說 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有衝突 其實可以用一些 這些例子其實不是西方文化 很多人都講的 如果有衝突 你就解釋不到一些文化現象 因為文化現象就是一些 受到中國文化很高度影響的 一些地區或者國家 他們仍然有相當程度現代化的 比如剛才忘記了天樂 天樂港 日本 南韓或者是 黃興港 都不明白 我不記得 他們都有高度現代化的成就 當然未及英美 歐洲那些 但是已經是 超出了很多亞洲地區接近英美那些 他就很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 剛才《湯山劇》 《韓國》就是一個例子 因為我最近都播韓劇 因為臨飯之前都睡不著 去看這樣 我發覺他們的古裝劇是很厲害的 很多的 還有中文化當然是很好的 那時候我不知道是他們 現代那些劇才受歡迎的 不是 最多人知道的就是《大長金》 這個我不需要多說了 就是中的香港人 因為超出了無線自己製作的那些 可以到這樣的程度 因為其他國家沒有 為什麼?因為《大長金》 就是講傳統文化 特別是儒家的精神 很多那些韓劇都是這樣的 都是很講很多 比如《雲末的月光》 我看過一堆 甚至有些穿著古今 古的時候就以儒家為主 來自《星星的理》 這樣穿著古代 其實都會講一些儒家的精神 很多 這樣也是 很多是一些中國傳統文化 如果兩者有衝突的時候 你很難不介紹 那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國家和地區 怎麼可能有意外化呢? 像西化化的那些說的 爆肯的時候 你怎麼能夠有意外化呢? 但是現實上有 這樣就可以證明兩者沒有通責 但是如果擺在一個個人的層面上 更加明顯 個人層面可以理論講 可以實際講 比如說一個人 他可能有道德就是這樣 是不是這個人就不講民主 不講科學呢? 如果覺得道德 道德簡單化 就是中國文化 道統主是講道德 倫理那些民主 和西方文化 就是民主科學不同 如果簡單化就這樣講 但是說道德和民主科學沒有衝突 比如說民主要講人權 最後要做一個反省 他不是隨著舉手 他叫做民主 這個是很簡單 很理解 另外說科學也是 民主和科學是一個辯證關係 湯先生那個說 這個我都知道 好像有點雜音 不好意思 我講完你一會兒有問題的意見再提出來 剛才講到 比如知識和道德那個 茅先生的辯證關係 意思就是不是邏輯上的矛盾 可以甚至相符相成 舉例子 比如我們說有道德 是不是不需要你科學和知識的東西呢? 不是的 比如我們詐欠魚 要將這張 我們悉山之心 這個簡單講 所以是關乎道德 但是為什麼不會關乎知識的東西呢? 比如有些遇難 遇難的時候 我們怎麼救它 要用實際的方法 我們不是說 知道要救就行了 不是的 我們要想到實際的方法救 這個時候我們有科學知識 比如自己跳不跳下去 去井那裡 比如自己試不試游水 或者是 有沒有其他東西可以鬥到人 比如拋條繩下去 或者把牆棍下去 這樣子之類 這都要科學的知識 簡單講 好了 另一邊科學也是這樣 科學的發展不是說 有它怎麼發展 不是的 科學的發展如果違反道德反省 科學是破壞人類的社會 不是說造福人類社會的 就好像 編科學裡面的小丑 說不就釋放了很多東西 這些科學科技都很厲害 但是那些是破壞世界的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科學要是一個好的發展 合理的發展 都有道德的輔助 所以道德和講科學和民主 不單止沒有邏輯上的矛盾 而且是相負相成 這個就是湯先生問那個簡單去回覆 湯先生就剛才回答 或者你問的問題 覺得有沒有問題 我回答兩句 韓國當然是受漁學影響很大 非常之大 基本上是 我們可以說明朝的中國 基本上大部份 你看文化的話 你就去看警復工 那我的意思是 其實無論日本和韓國 都是受漁家文化影響很大 它也是成功現代化的 但是因為有原因 因為日本需要 因為被人打到飛起 沒辦法 那你敢侵吞了韓國 它就現代化 本來它還是回到中國的 它都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就是被迫打開門戶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一定要注意 雖然它現代化了 但是在政治上面 它很明顯是兩者是有衝突的 大家留意一下 韓國的總統經常被人抓去坐牢 為什麼呢 因為要講關係 你就是在法治的洗禮下 其實我也是說韓劇的 你經常都會覺得 在韓國有些片 他就很喜歡拍檢控官 他最喜歡就是講檢控官 因為檢控官的權力 在韓國在韓國的權力大 那個檢控官永遠都經常有辦法 因為他經常都要講年輩 你是我早兩班出來的 你是我學長來的 那我就要給你面子 那我檢察長呢 又是之前那個什麼司法部部長的弟弟 又要給他面子 那他們就很講關係的 其實日本是更加的 我們有瞞罰政治 現在安培晉三的培育 奸籍仁 是不是奸籍仁 奸籍仁又是按信介的誰 他是三姑六婆 拉一堆有親戚關係 那幫人全部都 這個就是我們儒家文化的影響 我們就是要講關係 你反過來反而大陸 沒有那麼嚴重 反過來坦白說 你反過來如果以現代化的角度來說 其實可能大陸的政圈都沒有那麼嚴重 雖然都是講關係的了 但是隨時都不是 但是拿個逐譜出來排一排 我們隨時都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真的是影響很大的 我想黃兄你講的一些例子 我同意的 有些例子看到就是有通財 但是主要問題不是一個邏輯矛盾 不是一個邏輯矛盾 因為譬如有些國家也好 有些個人 剛才我國家也講過 個人也講過 譬如唐君先生 他的篩節都很厲害 講民主講科學的精神 但是他對人很好的 大家知道唐先生很好的人 小師那些在通財 是尊重的很重要的 我也同意的 他不是一個邏輯矛盾 很簡單的 基督徒說愛上帝都有壞蛋 一定是這樣 每個文化都有理想的層面 和實際執行的層面 現實的層面我們盡量去整理 理論上不矛盾很緊張 西化派會講的 全門西化就是矛盾的 一講就不行了 要講西方文化就不講西方文化 那當然有問題 我們就在這裏跟他們去討論 商隔 有問題想問問 可以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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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遲些才再進來 剛剛聽到一個朋友說 譬如說中國文化 影響到韓國文化 譬如說 跟日本文化的比較 又怎樣 因為有些人認為日本都是毫儒家 不過只是毫儒家的中 相比中國強調人這方面是不同的 所以日本人可能比較強調中心 但是他就不會特別強調人詞這方面 所以可能他們出於忠誠 有什麼都阻出 你覺得這種講法是怎樣的 這裡有鋪日劇 我們幾位講者 剛才有這樣鋪韓劇 有鋪日劇 我說幾句 日劇 我跟他一比 就不太喜歡看日劇 因為我沒有看 而且日本受中國文化的影響 比較有趣 現在是一部分 但是佛教影響都挺大 如果你看看日本的佛教 茶道那些 背後很多佛教的東西 所以就不太純粹儒家 這是第一 我都知道的 第二是忠和義 即是忠和仁 忠和仁 我覺得就是 分開現實上和理論上 理論上應該 中國文化沒有只是強調是忠 或者是港人 或者是怎樣的 那些他們買了哪些多些 就可能很現實上某些人 那些人就未必代表中文化本身的精神 比如看孔子他們 他們不會說到 忠和仁之類的 所以你說他們的日本人 很講忠 這個可能是個別 特別是天王時代那些日本人 那些人還要 是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是這樣 或者大部分日本人都是這樣 都成問題 是那些天王時代的人 很拜天王 拜到是萬忠、愚忠 但是這個 剛才說的也沒有衝突 因為我們在講中國文化的精神 是 一定要講一種忠 忠到什麼都不顧 應該不是這樣 哦 明白 你們兩位有沒有補充 據我對日本文化的粗淺認知 其實這位聽眾剛才說的 他對中國的忠誠的情況 其實是在講武士道精神 是啊 其實武士道精神究竟原初 或者以前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不是這麼清楚的 我們現在拿著 究竟為什麼 我們會理解武士道精神 主要是新護船道撞那本武士道 主要是 主要是那本書 但是那本書其實已經很晚期寫了 其實很多文獻顯示 其實早期武士 是不是中道 一下子拿把刀出來撤覆 其實不是的 他經常轉老闆 經常轉老闆 經常轉老闆 對天王也不忠誠 他是對自己的老闆忠誠 基本上經常轉老闆 如果你有讀那些戰國史 經常都換老闆 我是一個小地主 我又跟明治光秀 又跟積田信長 在他們的世界觀裏面是沒有問題的 他們的忠誠 跟我們理解後期 比如說民族主義興起了 就是他明治維新了之後 他那一套要一億肉碎那種 就是神風特工隊那種 是受到民族壓迫之後 慢慢出來的 有本名著叫谷宇都 是嗎 大家都看過 他是慢慢來的 他不是一開始就說 一開始就撤覆 不是這樣的 其實甚至乎 那個 都是影視作品所塑造出來的 就是說到他們很忠誠 好像很受中國文化 那種三角演義的影響 都是後來塑造出來的 其實他們很怕死的 那些戰士是相當之怕死的 經常都很擔心自己回不了家 不是真的那麼厲害的 隔著上戰場打也沒辦法 因為他的飛機是沒有安全裝置 你唯有撞下去的 是 是 是 我是很認同師兄所說 其實防疫 這次的疫症 其實信奉瑜伽的地區 是做得很好的 就是因為 其實瑜伽我們可以做一些總結的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責任重於權利 就是責任是先行的 不要經常問有什麼權益 因為西方人就是 我要自由 所以我一定要出城 如果你要封我城 我就跟你死過 集體重於個人 但是同時 還有第三條是什麼特質呢 就是道德重於法律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認為瑜伽有好 又不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就是他對個人的修養 事何事 事上智 誤善養 誤浩然之氣 這些對於國家的責任心 對個人的成長 對於親族的關懷 這些是瑜伽的一個 我認為西方文化不容易取代到的 就算講孝道 沒有什麼基督教都講孝的 但是問題是誰更重視孝的 孝這件事 我相信中國 就是瑜伽文化應該最重視 孝經 身體法夫 受諸父母 馬不忍諱傷 父母在 不遠游游 必有荒 智於犬馬 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虎 不是說你養了個 不是跟我父母說過 養了你的 那你養貓養狗 那你不尊重 你怎樣跟這些 養的寵物相區別呢 但是瑜伽同時 我們要承認他有一個 他用鄧曉亡 我記得有一本書 叫做《瑜伽倫理批判》 鄧曉亡認為 瑜伽有一種叫腐敗基因 指為婦隱 父為子隱 直在其中矣 如果你是那個 你跟他有血緣關係 你是不應該舉報他的 當然是合乎你 我都覺得自己的父母也舉報嗎 但問題是 如果推而講之 因為他是由親及疏 經常說親疏有別的 他容易導致一件事 因為鄧曉亡 其實是大陸的學者 他對大陸那時候的一些弊病 社會的一些弊病 他有個切膚之痛 譬如說 那些孔雀石鹿 或者那些假的食品 如果那條村 如果你跟他老友 你跟他 老闆會提醒你 你不要吃 這一間牌子的東西你不要吃 因為我做的 我做一些沒有毒的給你 因為你和我老友 或者他就會很好 但是如果你跟他沒有交情 他會覺得我對你沒有義務負責 因為我是由親及疏 反過來 如果你舉報你的同行做假 其實他會覺得你不道德 就算是做假的人 他有他自己的道德解釋 如果我們是自己人 大家應該是團結的 如果你洩露這個行業的秘密 反而你是不道德 所以後來有一個劫匪叫做將軍殺了很多人 他判了死刑 臨死的時候有些記者問他 就是你有沒有後悔 他說了一句 我對得住朋友 等到人再問他 但是那些被你無辜傷害的人 他就不出聲了 只要他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他本能反應就是 我對得住朋友 我人很有義氣 所以 當然這個說法可能有少少極端 但是我真的可以 我覺得兼聽測明 大家可以拿鄧曉芒這本書來看一看 看看瑜伽是不是真的有個腐敗基因 在裡面 所以因為師兄剛才說到 就是那些韓國、日本 這地區的貪污比較嚴重 其實不只是韓國、日本 你台灣貪污都嚴重 相對來說 他法治水平也不高 他都有很多請託 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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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搭肩膀談好 不用每次打官司 西方人很喜歡打官司 特朗普也經常被控告 打官司、違憲 很難想像中國人社會這麼喜歡打官司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中國人仍然協商 不正談到對 一搭肩膀大家倒茶灌水 這個瑜伽就是有這種規定 我跟阿彪叔有分別的奇異 我們討論的問題 阿彪叔很樂觀 他說瑜伽和民主沒有充分 其實瑜伽一定會發展到民主出來 而我呢 我對瑜伽是不否定的 我只不過是說 我不希望將瑜伽和民主一定要掛勾 我覺得瑜伽沒有民主 不代表瑜伽沒有價值 我剛才已經說過 我們不會要求唐詩 或者我們不會要求基督教是有科學精神 那件事不是這件事 但是我只是想提出一件事 我們衡量一切文化 或者思想的價值 我們不要用一個單一的尺度 因為瑜伽沒有民主 那我就否定瑜伽 為了要肯定瑜伽 我們就一定要令到他開出民主之花 最後我要補充的就是 新瑜伽在大陸現在有一派很成行的 蔣慶 蔣慶這個人也有趣的 他就反對 他跟第一代瑜伽最不同的地方是什麼呢 他就是不認同西方民主制的 就是現在謀宗三先生那些 就覺得正道與自道 只要搞定西方民主制是可以的 蔣慶就認為 蔣慶是這次前幕的 他就覺得民主就是人人都有投票權 人人有投票權 確保不到統治質素的 沒有一個明確的綱領 因為大部分老百姓可能知識水平是低的 應該要恢復一些是人政府 所以他也不是認同馬克思主義的 蔣慶就覺得應該要修憲的 將儒家思想入憲法做指導思想 然後建立憲政制度的儒家憲政 就可以恢復市人政府 所以蔣慶就是專研這個公陽傳的 這個就是大陸現在新瑜伽所提倡的概念 可以補充一點點新瑜伽在當下的發展 今天大概就是我自己補充到這裏 我自己補充到這裏 我再說一兩句 剛才提到蔣慶也好 或者之前提到劉少奇 或者其他說馬力主義 或者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那些人的觀點 我就覺得可能要注意他們說的 例如說民主那些 那些是否一些合理的說法呢 例如剛才提到蔣慶這樣 我覺得如果你留意這些說法的話 就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那都可能是一種儒家的新的發展 但是雖然未必說得這麼強 儒家可能出民主就完全沒有價值 都不是這個意思了 但問題就是起碼先不衝突 這個很重要 因為始終民主是現在 這個現在的 我就要同一句 不僅是自由主義 其實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都說過 因為他們都是民主的 這個不能夠忽略 只不過民主就是社會主義的民主 所以現在我們那個國家的名字 都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發明共和嘛 所以現在我們國家不能夠說 我不說民主 我說宣制獨裁 我改名叫做中國獨裁國 這樣不行的 所以看到民主這件事是合理的 不過問題是怎麼說得好 這個要留意 我只是普通做 每次講兩句都說多幾句 我總結一下 因為我都是被兩位邀請來的 我當然是很喜歡瑜伽 我經常覺得瑜伽最 我認為他最有價值的部分 就是講人與人之間的倫理 我覺得很有價值的 雖然我剛才講到好像很負面 其實我覺得不是的 就是剛才阿天樂說的那句話 真的激中我深陷 就是瑜伽是講責任先於權利 譬如我生了個女兒 我做人的老爸 我就是一個瑜伽的愛好者 我就要 不行我做人老爸 我又不可以夜睡 又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就會有很多這些東西出來 我覺得這些其實是好事來的 我覺得其實是好事來的 如果大家推行 其實在一個華人社會裡面 本身這些東西是一直都存在的 只不過就是坦白說 因為那幾十年的政治環境 我們就有時候會看到 為什麼現在華人新的一代 會有很多很奇怪的道德情況 是因為他們嘗試推翻整個瑜伽 其實本身你想想在台灣 在日本 在韓國他們受這些影響的話 你會覺得他們很有禮貌 很有秩序 對不對 這個是事實來的 為什麼他們會有禮貌有秩序 它本身不關西方文化的事 西方文化傳進來之前都是這樣的 為什麼我們會突然變成 人家會覺得我們 在外國人的目光來講 他分不了中國人和香港人 他分不了的 我們全部都是中國人 香港人的禮數 比台灣人少很多 因為我在台灣生前 這麼久的人都很斯文領校 是呀 因為我們受了西方文化那一套 我們那時候 都不是很道歉的 很多人走街的時候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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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自己的情況 就是覺得其實那些東西 不是真的那麼差 就算是落實到日常生活的角度來講 真的那麼差嗎 就是以前香港那種倫理之情 真的那麼差嗎 沒錯沒錯 真的不是 就是 未必去到那個上層構築 未去到那個 我當然沒有唐謀先生那些那麼厲害 就是他們說 他們是跟康德那種溝通 那個level 就是去到高層知識分子 那些 我們都會看到其實瑜伽友好的 就是在政治的層面來講 也都會有好的 就是 如果不是錢穆先生就不會這麼說 就是我比較貼地 就是講那個日常生活 真的那麼壞嗎 我又不覺得真的那麼壞 就是我自己 剛才天樂說的 很有道理 因為他自己的生命 經歷過一些大的波浪 是 瑜伽給你生命力 是沒錯 對嗎 就是給你那種上揚 就是那種追求生命意義那種上揚 就是我不是說基督教母 我是讀了十幾年基督教學出來 我就很不批評他那一套 你明白嗎 就是他經常跟你說 我們是大兄姊妹 我真的不行 我和你沒有血緣關係 我真的不是你大兄姊妹 我真的不行 但是瑜伽給我那一套 就是跟你說 你想想你的父母 你想想你的兄弟姊妹 他真的給到那種生存的 或者是那種勵志的力量 是真的可以的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人就覺得好像很老套 其實很老套嗎 其實你的生存很多時候 都是為父母 為孩子 為兄弟 對不對 當然他可能有腐敗基因 就是鄧曉亡那種 還要說你經常為兄弟 就出事了 但是瑜伽都會糾正這些事情 就是覺得 大哥 言諾這些不是你 你答應了別人就要做的 就是美生抱柱 大家都聽過這些故事 你答應了一個女生在橋下等 你發大事 就抱著柱子不走嗎 就不死你了 為了追女生追到這樣 你也該死吧 就是瑜伽都會跟你跟你理性 不是那麼傻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我有時候只不過是覺得 我們怎樣可以 令到那些老百姓都會理解到這些事情 因為他們經常都覺得 老百姓一說就說錢了 現在說錢了 有沒有好處 但其實真的這樣 我又覺得經常不是 所以這個是 我是同意的 就是新儒家那些是很厲害的大師 怎樣可以令到他 令到他 我們日常生活都可以說 你看現在的教會這麼盛行 為什麼我們一讀經 就是覺得好像很陳套 其實不是啊 你小學生讀一下經 有什麼問題 只不過我們就有個很憂心 會不會一下子 就被制度化瑜伽洗腦 一下子我們很害怕這些事情 怎樣跟他抗衡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今天是很開心 你們兩個叫我來 我們很開心地談到這些事情 最後我想補充一點 最後補充這一點 因為時間都過了 就是我們過半小時 一個兩個點鐘 過半小時一點 就是剛才天樂園說起 王興都同意的 我都同意 就是權利和責任有概念 責任優先於權利是儒家的觀點 我同意 就是責任 大家要留意 就是早期講民主的人 和現在真正講民主的人 有些重要的地方不一樣 譬如我讀John Rawls 有開過John Rawls的貨 John Rawls很多人沒有留意 他分前後期 前期的John Rawls是正義論 他寫的就是比較傳統的 地道的民主的思想 但後期他有一般代表著作 叫做政治的自由主義 他都看到你們剛才兩位提到一些 好像講民主有不妥的地方 相反就是有些責任 比較合理的地方 John Rawls都看到 就是西方講民主 其實有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正常講權利 一邊都發育了 責任都很重要 所以他那本書 為什麼要改這個名字呢 還有內容還有一些重要的修正呢 就是他把自由主義限制在政治 政治我們就講權利 但是在做人處事不是 所以他開放給其他 比如基督教啊 其他的康德 他也是康德的一個專家 開放給其他的人 那變了就是 政治講 只是政治 那個慣為為主 在講自由主義 就是說我們講政治要講權利 就是權責不分別 講政治就會很容易腐敗了 或者一些統治者會損害人民 所以就是收窄到在政治上 要找權利的那些法律那些 去制衡一些政府 不要濫用權利 但是他在政治以外的地方 一直開放 這樣很簡單的道理 要是政治講的那些 就是基本權利那些 那些是最起碼道德來的 我們不要傷害人 不要選到人的言論就等等 但是怎麼中愛人啊 怎麼去推己及人這些 這就不是政治那裡講到的 這就需要文化 需要宗教 需要哲學 是吧 儒家基督教的人 去講人要怎麼相愛緊緊 所以西方都有一個條字 我們可以看到 所以可能最後就是 中西作為一個綜合合流的 不一定就是互相排斥 最後再補充一下 好了很多謝大家 我和兩位學習到 尤其是要多謝師兄 百王中博 對 多謝 非常多謝 我都超善意的 沒有不說 沒有不說 還很開心 還有空可以上來和我們 談談這個 金融武俠小說 與民族主義 如果喜歡看金融小說的朋友 記得下個禮拜 如是收聽我們的節目 那就多謝大家 好 多謝各位 謝謝 拜拜 拜拜